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今天是2021年6月18日星期五 仍然有我周天卫 跟大家谈谈今天的时事新闻 今天我们想讲讲 如果有消息报道 至少有170位的区议员被DQ了之后 究竟政府是应该怎样做呢? 做保选还是不做保选呢? 今年5月有关于2021年 公职、参与及任职、乘行修例、桥例草案 其实5月的时候已经刊献和生效了 其实有媒体报道过 政府将会在7月 应该会安排区议员陆续宣誓 现在疑似会有一个清单出来 叫做负面清单 如果有哪些区议员曾经有做过 在这个负面清单里面的行为 就应该有可能会被DQ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谈一谈 大家讨论一下 其实有报道就是说 这个负面清单 就至少有3项的内容会在里面的 第一个内容就是 如果有些区议员曾经参与民主初选 或者借出个议员办事处 去做初选的票站 以及有签署过这个墨落无悔的声明书 其实报道里面也有说过 如果粗略估计 基本上根据负面清单的最少3项内容里面 粗略估计最少有170名的区议员 就可能会被DQ了 包括了什么人呢 包括了11名区议会的主席 7名区议会的副主席 我觉得包括好消息 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琼 湾制区议会主席杨雪盈 荃湾区议会主席陈远芯 和大埔区议会的主席关永叶等人 这170名的区议员是怎样分布呢 有28名是现任或前任区议员 曾经参选或协调初选的 大概有137名的区议员 也曾经借出过他们的议员办事处 去举办初选的票站 也有43名的区议员 也曾经签署过墨落无悔的声明书 部分的区议员 刚才我们说的数字 部分可能是有些重复的 就是说他可能有在负面清单里面 又有借出议员办事处 又有签署过墨落 墨落声明书的 都不定的 如果根据报导就是说 会不会DQ这些区议员的话 除了宣誓 也都会考虑这个负面清单的话 其实大家就在这里说了 如果根据报导 负面清单里面最少 才得这三项 很多人都会说 其实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作为政纲的 会不会也应该 立入负面清单里面呢 有消息人有说过 现在还是研究中的 最不明白为什么 负面清单里面 只有这么少东西呢 如果 为什么港独这些政纲 或者有口号 都不会立入负面清单呢 其实是否应该 真的要说得清清楚楚呢 如果政府是因为不想追索 区议员太早的言行的话 那你 政府 你都要起码 订立一些规则 给日后参选者 去跟随 你是不是 难道你真的想 日后有参选者 会以港独口号做政纲吗 然后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就不立入负面清单里面了 有关当局 如果你真的要在这个负面清单里面 要尽快去厘清所有有关的言行 包括有关触犯国安法的内容 你都应该要加在这个负面清单里面的 大家就会问了 如果你至少有170名 甚至乎是170至200名的区议会议员 可能会被DQ 那么大规模的DQ 就是真的DQ了 那会不会令到区议会无法 继续运作影响市民呢 那大家都会看回 其实今届的区议会的任期 就是由2020年的1月 去到2023年的12月底 那现在呢 就是说 如果你7月宣誓之后 就开始DQ的时候 那就是说起码 都还有大概两年半的任期 那如果还有两年半的任期 你DQ了那么多人 那是不是 政府应该是会怎样做呢 会做保选 还是不做保选呢 大家都在问 这个问题 那也有些立法会议员 周浩鼎 他们也有出来说 其实不做保选 也没什么问题的 那我都会明白的 如果真的不做保选的话 其实可能不想再浪费公帑 那好了 我们就大家谈一谈了 做保选又怎样 不做保选又怎样呢 如果做保选又怎样呢 其实 一向都有选举主任的 选举主任就会 去筛选了你们的参选人里面 其实你们的资格的 其实过往我们都有看到的 譬如好像黄之锋 那样都曾经给选举主任 就是取消他选举的参选资格的 你可以其实在选举主任的资格下筆 之前那届就没有国安法的 今年其实如果再做保选的话 其实已经有了国安法的了 除了原有那把资格之外 你加上国安法下去 再加上你的负面清单 写得清清楚楚 加上所有相关的有可能的东西 你加了下去 其实可以真的考虑一下保选的 但是如果真的你说 不想浪费公帑 那就委任吧 委任所有被TQ 议席的 其实以前都有做过委任的 其实很坦白 委任可能是最简单的做法 也时间最短 也都是最令到市民不受影响的 下个月就7月了 这件事应该都会很快去进行的 我们都很希望政府快点去想清楚 究竟做保选还是做委任的 好了 今天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